新闻万象关键时刻 绿丰法律集团 新闻一项目最终会赞 各位老杰 股神巴菲特把台湾的台积电 把中国的比亚底卖掉之后 他说他要大举的投资日本 他说投资日本比投资台积电 让他更舒服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就发现 现在巴菲特开了一个投资后 现在全世界的资金 现在全世界的投资 真的一笔一笔的往日本进去 最近我们看到了 整个亚洲的股市大涨 而亚洲股市大涨里面 最亮眼的就是日本 而日本现在的股市 已经是33年来的新高 就代表现在的股市里面 整个心向荣 他现在的整个营业的状况 比过去都还来得好 那只有这样吗 现在看起来日本 他是不甘于说 我只是当一个经济的去投 他现在在政治上面 他现在在这个军事上面 他都要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现在如果趁着这一波的浪潮 我们一直在讲 现在美国把日本的股仑索拿掉了之后 第一个 他的军工股大涨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他现在股市也跟着大涨 他整个经济力解放之后 他整个国家往上冲 往上冲之后 他跟中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他会取代中国变成亚洲的霸主吗 如果日本取代中国变成亚洲的霸主 那他跟中国之间 这个冲突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而这样的一个亚洲霸权的变化 又会对台湾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 台湾的首一道 财经专家黄州 宋敬好 大家好 第二次美道 第二次报到吴指甲 大家好 第三位是石油平李志浩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员杨慧珍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员李宇峰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战略专家李宁辉 大家好 我们看到现在 亚洲股市大涨 日本股市大涨 你说现在看到一个趋势 整个全世界的资金 有前进亚洲 没错 前进日本的一个趋势 而这个前进亚洲 前进日本的趋势 谁带头的 美国会比现在更好 你说 当美国打开日本的捆勞锁之后 恐怖的事 不是军工股大涨 是他所有的都大涨 而且现在日本不甘于说 我只是作为一个经济的巨头 我在军事 我在政治上 我都要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你说 这会对整个亚洲的情势 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而且我们记得说 习近平不是说过 东升西降 但是事实上 这件事是不是发生了 真的发生了 但是这是针对什么而言 日本跟中国而言 对日本来说 东升 也就是说日本真的崛起了 而且中国正在衰落之中 你说东升西降是讲日本跟中国 为什么这样说 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 日本股市在最近真的强到没有天理 强到没天理 他最近几天是连续的大涨 每天都是一趴两趴一趴两趴上 已经连续三四天了 我们没有看过日本股市这样涨 为什么 日本股市今天的收盘是 三万零五百七十三点 创了这三十三年来的新高 这告诉你什么 日本失落了三十年 他开始在走出失落了三十年 他的股市的指数回到 他沉没三十年之前那个点了 现在慢慢的上面就准备挑战 1989年的三万八千九百五十七点 所以下一个日本人 憋了三十几年 那全世界在这三十年 只有日本股市没有创新高 他现在已经开始要往上创新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日本整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习近平说的东升西降 是真的发生了 然后我们讲为什么 第一个日本的地位真的跟完全不一样 那今天岸田文雄他在官邸说 全世界的七大这个半导体公司 你都来吧 过去人家谁离你日本 就没想到这七个公司都来了 台积镇的刘德英 英特尔的季辛格 还有三星的这个庆幸贵 全部都去了 大家齐聚一趟 他可能是可以见拜登一样的这个状况 他就call了七大公司来 你说日本的半导体过去是比美国强 可是当美国扶持韩国之后 他其实是没落的 他比韩国还没落 过去你要找三星门都没有 就像你把三星找来 把台积电脑找来 把英特尔都找来 对好那这样事实上显示 大家都买你的单 好再来就是 巴菲特不是狂买日本吗 他说二十年后五十年后 日本跟美国都比现在更加强大 我觉得他讲了一点都没有错 因为日本真的彻头彻尾的觉醒了 而且你要讲到他现在往上走 我们之前讲他的军工股大涨 就现在不是军工股大涨 他是半导体大涨 他是传统股大涨 他得做器械股 全面大涨 现在是整个日本完全出现不一样的味道 为什么这样讲 我在跟他讲一个东西 日本我们都说通缩了三十年 通缩三十年 但是我跟你讲 日本今年已经开始物价膨胀 如果今年去日本玩 你就觉得 日本的所有物价都开始在涨 物价在涨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 反过来 现在是反了 是中国开始面临通缩 所以我才说 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面 那最近一段时间 你看看 这是今天的所有亚洲的股市里面 大家全部都红通通 你看日本涨一点六五是全亚洲之冠 那我们台湾也涨了 原谋是一点一趴 可是你看到 中国的股市 只有中国跌 中国的相关的股市 全部都跌 你看连香港都被拖累在跌 所以为什么 告诉你什么 亚洲 前之来亚洲了 但是它现在是 前来亚洲 经过中国而不入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是怎样 中国不但是人民币在贬值 股市在下跌之中 整个中国在整个这一波的市场 所以我为什么 我开题就讲 东升西降 对中国来说的确是如此 因为日本真的要崛起了 所以我们看亚洲股市 从纽西兰澳洲到台湾 到东南亚 印尼 全部都大涨 对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中国显得 在国际这一波的资本 行情里面 辣对了 好了 我们就跟大家讲 不太一样是什么 我们都说日本在物价膨胀 还有另外一个 我前一阵子也去日本 看日本的房地产 对不对 我们明显的感受到 外国人开始大量的 去买日本的房地产 那这一波有很多是什么 美国也去了 你知道巴菲特去买的时候 其实他带了非常多的 这个资金进来之后 有些人去买了房地产 那你知道事实上 连中国人都跑去买房地产 所以现在完全不一样 你看日本的房价 开始在明显的 在快速的上升之中 你就知道事实上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气氛 好那如果我们来看 这个日本的街景来说 你如果最新去日本 你会发现到 哇 很热闹吗 包括我前一阵子去 你去营作 涉谷 新宿 晚上人都非常那样多 那你知道几年前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 几年前是真的是 非常萧条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告诉你 日本全面性 你只要去日本 你就觉得说 日本真的跟几年前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活力 似乎是真的已经完全回来了 所以这一波的浪潮 又被巴菲特找到了 所以说巴菲特很厉害嘛 你可以看到说 事实上 日经股市就不断的往上涨 而且这个巴菲特 所买的这几家公司 继续大涨 还在五大商商 这几天的时候 大概涨了 约莫是1.15%到 3.64%左右 这个整个价格 还是不断的在往上升 你看他买的 包括说 这个顽红 伊藤中 山井 山林 还有柱油等等 股价都要大涨 那这五大商社来说 他前一阵子刚好公布 他的获利 他的获利都竞争 大概约莫是4倍左右 然后平均标了1倍左右 巴菲特至少 光是这五大商社 就赚了60亿美金左右 60亿美金 对 好 我另外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 台湾人也非常关心 你看 这是岸田文雄 他说 我要找这个七大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巨头 来开会 结果你看 这就是照片嘛 你看岸田文雄来了 刘德义在旁边 包括说像 这个韩国三星的 然后这个 基辛格 很多人都来了 然后包括说像 这个比利时的公司 全部都来了 好 这些人来了 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现在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呢 日本呢 真的是 我觉得为什么这一波日本 我觉得野心非常非常强大 我们当过去日本呢 我们都给他感觉 就是慢狼钟 你要觉得 做什么事都很慢 就你知道 这个岸田文雄上海不一样 台积电就说 我需要这个 我要投资8千亿 这个日币 那你日本给我补助 日本居然 二话不说 就掏出4千亿 他这个速度 比美国的半导体 还要快 你知道美国 金面反而到现在为止 台积电投资 还没拿到钱吗 还没拿到钱 台积电已经 已经拿到 已经拿到钱了 所以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 那他现在 所以说日本给钱 给的很快 他现在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现在还说 我们还有1.5兆 所以为什么 这些公司要来 就是说 接下来要讨论说 什么要来 所以现在三星呢 已经准备要去了 他现在已经拿到150亿日币的补贴 另外一个 美光 美光也说 我要投资这个广岛 所以他也拿到了补贴 那台积电呢 有可能会 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宣布第二座场 在雄本 他又会拿到补贴 而且 他说这第二座场 是先进制成 对 可能是5奈米到7奈米 左右的状况 所以你知道 日本现在 我觉得日本 为什么会让人觉得 不太一样 就是说 日本政府过去的 慢狼中 他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他们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你要土地要什么 他马上会给你看 台积电在 日本雄本 该的厂 速度 其实不会比 美国厂都还要慢 所以他现在整个完全 你就觉得 日本的行政效率 什么时候这么快过 但你就知道 日本真的完全不同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我不是把电给你台积电 旁边该给你铁路的 该帮你征收的 该给你基本建设的 他全做了 他不是玩以前 中国那一套吗 所以我就说 他现在真的 他把日本 中国那一套 对 就是很简单 把它学过来 所以我就讲 你看 他们日本 都讲得非常清楚 速度最重要 所以我就讲 包括说像 台积电 台积电还在逐坡 设个3D研发中心 获得190亿 那你看美光 美光获得15亿美金 约莫是2000亿的补贴 另外三星 补贴了150亿 那另外这个 我就讲 台积电获得了 这个4400亿 还有包括索尼 跟DESOL的 这个整个入股 你看 他投资8000亿 你看 他只有初代 约莫3000多亿 所以他现在 整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整个日本 他我们都说 过去日本很慢 他现在用速度开始 起来说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还跟你说 为什么 我们就说 这一波的日本 真的是要完全崛起 因为除了美国 解开你的 捆龙所之外 日本也是整个 快速的开始 要往世界去冲击 所以说日本真的不一样了 而且日本这个不一样 刚刚讲的也会 冲击到中国 当然会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在中国 因为我们到日本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 它是最早到中国去投资的 它的投资金额也非常大 但现在这些公司 在日本的公司 就完全都离开中国 都撤了 而且很多回到日本来 包括说我们以前 很多什么 做牙膏 刷的 做那种传统产业的 开始往日本回流 所以日本为什么 这一波会经济好 它很多公司 工厂回来了 很多这个订单 都回流到日本来了 所以整个 我就说 日本今天 股市突破 33年来的新高 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日本真的要崛起了 这个绝不是 我们随便说说的 好 各位 刚刚讲 你的专长是海洋法 你的专长是在海上 这种纠纷的处理 可是我听讲 我吓一跳 你说 一般来讲 你在海上风浪很大 海浪很大的时候 你在转弯 你在转弯 你要嘟嘟嘟嘟 慢慢来 甚至我在船上 我如果要发炮的时候 照讲在风浪很大的时候 我会非常不精准 你说日本船 我们自己海巡署的经验 或者今天你看到 所有资料 它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回旋 它可以快速的救定位 它可以快速的发炮 而且它可以非常精准的 打到目标 对 因为我们本身来讲 有自己制造海巡署的 船舰的能力没有错 但是问题 我们造出来的舰呢 跟日本的相关的舰的 相比来讲的话 的确在海上来讲 有一些差别 差很多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曾经看过 日本的船在远远的地方 跑过来之后 结果因为海浪蛮大的 我们的船也会晃 那基本上船都会晃 但是它船 速到定位之后 竟然可以直接 踩在里面 你知道就定位在那边 然后泡河开始转 然后泡河开始转 因为它是用电脑去计算 而且它不是用人工去感受 那种海浪的感觉 它是用电脑去计算出 那个波浪的程度之后 由它的船舶再去做反向操作 才能够做完全的定位 因为定位在路上是很方便的 但是在海上最困难的 所以我在路上 我踩个刹车就可以了 对 在海上不是这样 海上不是这样子 而这个是山林重工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那你知道说 对日本军工业来讲的话 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为这个东西 只有它那个技术 才能够达到 所有的其他造船船 如果你是造那种 所谓的一般的什么游艇 或什么 基本上不会有这种技术 因为这专门做什么东西 军事使用的 因为你只有在定位之后 你的炮才打得准 如果你炮 如果在晃的情况之下 你就打出去来讲 一定会打到别艘游船 或打到别艘的军舰 就这样 依据台语讲 你打准就会人家 对没错 就是这样子 因为晃 角度一不对 就往天空打了 所以在日本的工艺来讲的话 的确这个东西 也让它赚了非常多钱 但是日本的船 它有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 因为它保修能力也非常强 因为你知道 日本的船 你仔细去看 所有的船 它的那个所谓的船头 舰手 大概都 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样的 那我们的船呢 是大大小小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东样化 东样化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问题是说 当日本在做保修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国家的预算当中 可以去算出说 我到底明年度 要花多少钱 在这个保修上面 要全部规格化 因为它是规格化的 所以日本它非常讲求 这个规格化 那我们来讲的话就是 计算这一系列的船 计算另外一系列的船 结果搞到最后来讲的话 预算短缺 或怎么样 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 那出现 不是只有我们而已 但是日本就专于计算 所以这个电脑计算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它的那个整个工艺 来讲的话 是这样子 而且包含不是只有海上 路上也是一样 我们曾经也看过那个画面 日本它自己发明的战车 坦克 坦克 然后呢 这个坦克呢 时事的坦克呢 它做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今天炮管出去之后呢 要回血的情况之下 在这之前 先放两个酒杯在上面 你看 它也可以做到 就在回血的时候 基本上到定位的时候 酒杯没有掉下来 酒杯也没有掉下来 酒杯也没有受到晃动 那对日本来讲的话 它用爆味是同一个水准 是 是跟德国的 你看德国和日本的工艺 基本上都是对 在国际社会是有名的 那日本它这个战车 它这时事的战车 它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在怎么打目标来讲的话 会非常非常精准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 俄罗斯的在俄战争当中 那些坦克 为什么到最后 你说二战留下来就算了 但是问题是 它没有精准度可言 它常常打到购物中心 打到哪里去了 打到公园去了 然后真的军事目标没有并重 那美国当然现在是用卫星 在定位精准 但是对日本工艺来讲的话 它除了卫星定位之外 它在做任何的这种东西来讲 后来人家发现到说 为什么时事的坦克 可以到达这样的工艺呢 原来它有一个螺盘的概念 螺盘 一个螺盘的概念 基本上它在身边的螺盘 是那个刻度 是非常机密到什么东西 它早是以前在做武士刀的 这样的一个工厂 去把它做出来了 武士刀的锻造技术 武士刀的锻造技术 所谓锻造出这样的经验技术 那这个东西 这就是它的时事坦克 对 时事坦克 它自己新发明的 因为它以前的 这个所谓的90式的 基本上没有办法达到 这样的一个水准 但是后来日本不断的 一直在创新的情况之下 在2015年之后 它其实就展示了 它现在时事的这样的一个战车 那这样的坦克 那这样的坦克来讲的话 真的就是稳定度 因为我常常在 做新干线高铁的时候 大家都会做一些事情 看这个到了酒杯 在这个稳定度到底怎么样 都会做这个高铁的稳定度 到底怎么样 那对于这个工艺来讲的话 不管是在军事使用上面 或在海上的使用上面来讲的话 船舶使用上面 它非常非常精准 因为这也就是为什么 让它会 中国会这么害怕日本的崛起 因为日本一崛起的话 那个捆动手全部打开之后 对中国会造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威胁 好 惠神 刚才讲的 现在真的像 师征所做的东升西降 不是中国升西方世界降 而是刚才讲的日本升 现在刚才讲 日本已经在股市 回到33年前 对33年来的新高 另外就是中国 中国股市一直在下滑 不但下滑 它现在进到了一个通缩 等于日本现在面临的 那个削弱的30年 中国正在开始经历吗 是 而且现在中国很夸张 一件事好像感觉出现一些 文字语及贫穷的现象 变成中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现在出现属人 什么叫属人 因为它就整个 你看它直接是睡在水管里面 而且你不要说 这是真的画面吗 这是真的画面 而且你知道 它还有人特别去介绍 哎呀 其实我觉得 这个环境还挺舒服的 就开始把它变成是说 大家应该可以 你没有门 你没有帐篷 你倒在 蚊子怎么办呢 他有告诉你 点蚊箱 他有告诉你 他说 而且呢 他说 如果 它有三个管子 凑在一起 对不对 他说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选最上面的管子 因为下面那两个管子 太潮湿了 睡到一半会不舒服的 然后呢 还跟你讲说 哎呀 你要有点私人空间 所以你要有个帘子 把它弄下来 你不要觉得 他们好像是农民工 或是流浪和住的 所以里面可以住人 我告诉你 很多人 你看里面很多东西 都放着 那都代表有人住 甚至 连女生 都住在里面 那他们那些人是谁呢 其实都是二十几岁 你看 这么多人 全部都住在那边 还在那边 就直接买锅照片 就开始煮起东西来吃了 该有的 应有尽有 他们这些人是从 他们吃个拉撒尔 一直在这里 都在这里 很可怕 因为他们就说 他们很多人 是来那边找工作 结果后来发现 找不到工作 然后你可能租个房子 一个月就要一两千块 这个人介绍 还讲这里还挺安静的 你躺在这里很舒服 点个蚊箱 蚊子就没有了 对 然后他就说 那个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可能晚上会有点冷 没关系 不碍事的 被子拿厚一点就可以了 其实他真的 他是要很实物的 在讨论这件事情 而且你看 连脏衣服都洗一洗挂起来 而且你看毛巾 然后一些盥洗用品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地方 等于说这种 在住在水管里面 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完全不是 而且 我跟你讲 他还有一个地方 他说 里面的东西 看起来是女生住的 你能想象 女孩子住在这种地方吗 这个也很夸张 你知道还有还贴春联的 他贴一个春联 他里面还有桌子 还有一个 然后他就说 一个月月租金三百块人民币 这个我把一个水管 外面加了一个门 我还可以贴春联了 还可以贴春联就有一个家 那这样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那这些人 我觉得最为让我觉得难过一件事情 住在这些地方的人 很多人其实都是年轻人 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的 就是16岁到24岁 失业率最高的 大概每五个人 就有一个失业的这个族群 所以南从东莞北到北京都有 全部都有 然后你知道这个男生 他也是 他就是在讲 他说我两天没刮鬍子 我现在可能看起来跟老头子一样 那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每一天 我从早上五点起来 跑单 就是那种Uber E的那种 我摔跑单 结果跑到晚上11点 我一天扣掉一些油钱 什么钱 我今天只有赚几十块钱 他说我几十块钱的话 我这样一个礼拜赚不到两百块钱 我这个帐篷这样租下来可能大概一百块 我还勉强可以过日子 结果如果说你叫我去租房 知道我日子要怎么过 他们就说像他们这样子的人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甚至就有人说 现在我们这边东莞这边 我跟你讲 是那个车子比人多 车子比单多 而且宝洁哥你知道有时候 你真的圈圈的时候 你就去打这种零工吗 那你就穿着玩偶衣服 然后可能就会 为什么要救跑那么快 他就是打工了 他现在被警察追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你怎么这样 你这样妨碍 就妨碍观瞻啊 你在干什么 你这样很奇怪啊 而且他把他绑在墙上 把他绑在柱子上 所以你就知道 全世界不是这种 把自己打扮成小丑 把自己打扮成玩偶 我卖东西这有什么问题呢 他就觉得说你这样很难看 你这样满街都是这样 青蛙跑来跑去 人家都会发现我们中国多穷 不然怎么会那么多打零工的 连这样也不行 而且你要知道 被绑的这个在哪里 在上海 绑起来 直接把他绑在柱子上 他就这样绑起来 他就把你绑起来 因为他就说你这样子 妨碍观瞻啊 那你 他说没有啊 我是打工赚 他把他头台拿下来 我说我就是打工赚钱啊 我就是这样子 人家就请我穿这个衣服 然后我就在卖一些东西 我这样犯了什么法 他说没有 你这样很难看啊 你不要打重工啊 然后就开始 一直在不断地盘缠他 他说我请问 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他竟然就这样子 不断地被跟着他 然后还开罚 还把他绑在那个 说你昨天有讲说 中国现在有个东西不能讨论 就是贫穷不能讨论 对 现在你不但是贫穷不能讨论 你任何让我觉得 你在 暗凤 暗凤 贫穷的都不行 对 他就很夸张 你看 他警察跟他说 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啊 你这样子 人家会发现说 我们中国人 怎么打零工人特别多 结果后来 台湾也有熊战啊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 其实熊战到最后还混得很好 很好啊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中国现在已经变成 他自己本身心虚 所以他会看 很多的东西都觉得 你就是在暗凤我 你知道吗 现在包括 连胡锡进都替青蛙在说话 胡锡进说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这个就是打零工而已 你这个警察吃饱没事 你就去盘查人家干嘛 你就去把人家绑在 那个柱子上干嘛 显见你这个警察 有点执法过段的情况 我看了都很难过 我今天每一次大热天的 然后在这个状况上 那个很不透风 他们说那个你只要在 经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全身都是汗 这么不舒服 我还愿意上街 我还愿意工作 我还愿意吃一口的劳了一半 结果 我连这样都不行 对 而且你看还把他绑在那边 游街示纵 你请我跑这么快 为什么他为他生计而跑 他如果 他可能今天就只能打这份工 他打这份工 可能是要熬一个礼拜 结果你就一个警察 就追着我跑 搞到我就变成是 我连混口饭吃 我连日赛雨林 我这样子在赚辛苦钱 结果你警察还要找我麻烦 你连活路都不给我 而且这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他们现在就发现 有一个退休老人 他就去买赛 然后他就一直说 这太贵太贵 他就说 婆婆你怎么回事 他说我一个月 我只从个政府 给我104块的一个退休金 我这104块 要吃一个月 104块一个月 那一天是什么 一天大概只有3块钱 连4块都没有 所以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现在中国贫穷 是有多大的问题 然后你说不能讲穷 好那就算了 你知道吗 我还不能讲我多认真 他就说 因为譬如说我一天 因为我要养很多人 我一天要打四份工 我早上去哪里 中午去哪里 晚上那里 我要打四份工 我才能过日子 不行 不行 他这个相关的说帖 竟然在微博上也被撤下来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打那么多工 因为你薪水低 你为什么薪水低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 工作不好找 那你为什么工作不好找 因为现在经济就不好 所以你现在变成 你只要讲出口的话 他都认为 你在暗讽 你在暗誉 你在暗议在习近平执政之下的中国 很穷 很穷 而这就抽破了习近平的谎话 好正好 另外就是 在台湾来讲 真的是 再次 正常的 本来 郭台铭是相信说 我今天会一定被撑招 然后他就开始搞 到处的这个 搞这个活动 搞活动了以后 本来想说 他大概就是他了 没想到 居然就是侯友宜 后一半一下 他就算了 经过一天 他开始又变了 你说有一个动作是 他找了很多的媒体说 他要接受专访 而且 他现在已经明确的表达 国民党有些人 他要跟他彻底断线 这些人 他永远不接他电话了 对 郭台铭今天早上起来 后来发现 他被糊弄了 他今天才发现 真的 他整个局 他是国际的这个大老板 他的反应速度也非常快 你怎么会过了一天一夜 才知道自己被糊弄了 他说啊 这个政治人物啊 连约啊 都没有再签 就直接翻脸了 商界签的约 还有赵和约走 今天早上才发现 柯皮早就跟他讲了 你不懂人家的游戏规征 你跟你讲玩什么 可是很有趣 他今天早上发现 自己会被大糊弄 为什么 因为17号 不是就是昨天 他越想越气 他这口气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 我先跟你讲整个故事 真的假的 因为昨天不是下午2点 征召侯友宜吗 对不对 可是征召侯友宜的过程中 有趣的是这样 我们再往回推 前天就5月16号 礼拜二上午 本来陈玉珍周点论 这些人谢点宁 不知道去天成饭店 我们这个摄影棚对面 开一个记者会 挺过记者会吗 忽然哦 陈玉珍都到天成饭店了 都到天成饭店之后呢 忽然取消记者会 记者也到了哦 记者会取消 然后晚上宣明 这样宴请中场会的 那个晚餐 也取消 通通拉掉 那个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以为说 郭台铭觉得 情势不对 抽手 以为郭台铭觉得 情势不对 抽手 结果后来 今天讯息这样传说 是当时郭台铭 以为自己要被征召了 所以说 不要看记者会 刺激侯友宜 所有的讯息 都告诉他说 会提名侯友宜 他是从哪 得到的自信 他怎样的自我感觉了 觉得他会被提名 朱立伦透过 黄建廷糊弄他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朱立伦透过秘书长 黄建廷糊弄他的嘛 所以他 我跟你讲 他被糊弄到最后一秒钟 真的是糊弄到最后一秒 到5月16号上午 他都以为是自己被提名的哦 然后赶快把计程会取消 然后把晚上宴 怕 那个什么 刺激侯友宜 这也太可笑了吧 真的是这样的 拿好 刺激完侯友宜之后呢 5月16号下午 朱立伦就去找他 他们去约在中央党部了 见面了 见面的时候 朱立伦的那份民调给过来 你看说 不好意思 你输了 过来 我怎么很输 我的气势这么高 朱立伦还拍拍他的肩膀说 不好意思 谁要你跟地方牛鬼蛇神混那么多 你说什么 牛鬼蛇神 地方牛鬼蛇神 对 这个是一锅子就掀翻了 整个论 那你张荣卫 严金彪 周典论 傅昆奇 都变成你的牛鬼蛇神了 朱立伦的准理都是牛鬼蛇神啊 那个时候 郭台銘也说脑袋一团乱 哇我这边输了 我不是会赢吗 这边输了 然后就觉得自己输了 所以外念俱灰嘛 5月16号 晚上见到侯友宜的时候 还面恭喜侯友宜啊 然后呢 5月17号就是昨天中午 还特别发一篇文 就是要全力支持侯友宜 对不对 可是越想越不对 整场都被呼嚨嘛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突然醒过来 突然知道这边呼嚨的 因为他这两天 看了一个晚上正论节目 发现说 讨论 呼嚨很大 因为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 那个牛鬼蛇神是朱立伦讲的 同时也是朱立伦叫他去跑地方的 朱立伦先跟他摇耳朵说 我跟你讲 你现在空气票很多 你地方组织多破 议长什么多联络 就是你现在跟我讲牛鬼蛇神 好这一块 另外一块 你早就举过桃园的例子 告诉说朱立伦很会忽悠 他怎么还会上工呢 我跟你讲 真的朱立伦很会忽悠 朱立伦诈骗受难者协会 一大堆会长在红袖柱啦 所以朱立伦忽悠了很多 好不谈 然后到礼拜三上午的时候更好笑 礼拜三上午的时候 现在外面放话 国民党放话说 郭台铭会出席中场会 会出席中场会 来恭贺侯友宜 可是问题是 郭台铭根本没有出席中场会 没有收到邀请 也没有收到邀请 就郭台铭叫郭守正打给黄建廷 直问说 为什么你没有这个邀请 你在外面放话说有邀请 然后黄建廷 因为后来守正打完后 黄建廷就跟郭台铭通电话 你叫郭台铭 那黄建廷多250 那不然我现在邀请你好不好 那郭台铭通骂黄建廷半个小时 挂电话 再也不跟你联络了 所以你看这整几天的故事 我已经把它兜完了啦 兜完之后有趣的事情来 现在他们今天开始 传出郭台铭通过郭台铭办公室 去联络一些媒体高层 要受访 这件事情我有个很简单的事情 他有什么话要说啊 那受访是讲朱立伦好话吗 不可能嘛 你把朱立伦那些狗屁倒杂的事情 全部丢出来 那你照这样讲 不是 好好的一桌菜 被朱立伦搞瘦掉了 朱立伦 我坦白讲 朱立伦 朱立伦怎么做可以让侯仪不受伤 你知道吗 朱立伦一开始就跟郭台铭讲说 不好意思你没机会 为什么你没机会 因为你不是党员 然后你去年全局也没帮忙 虽然买编天我们心里感谢你 但是你真的没机会 党内就是定一尊侯仪 讲白就好嘛 我没有爱你 我干嘛跟你搞暧昧咧 你看就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我没爱你 我干嘛跟你搞暧昧 对不对 我又想到了唐湘龙的那句话 上床容易下床难 你把郭台铭騙上床 现在朱立伦要下床 没那么容易 有可能不能被你一绞定下床 摸摸摸摸摸就走 不可能嘛 如果朱立伦要保护侯友的话 一开始一 不要去撩郭台铭 讲清楚 郭台铭可以接受啊 第二个 就定于一尊 我们国民党就是要征召侯友宜 侯友宜你要不要不管 反正我就是要征召你 所以你不用逼侯友宜表态啊 刚刚侯友宜就左支右支 又提前持续什么一大堆的 Yes I do 什么一大堆的 你是害死侯友宜又害死郭台铭 就你朱立伦一个这个 侯友宜也被害惨了 侯友宜当然被害惨了嘛 因为你 我这样讲好了 侯友宜后来的步调的乱 是不是因为郭台铭进来 没错 那你一开始不要让郭台铭进来后来 你不太会乱吗 不会 就没事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 朱立伦就乱搞嘛 所以乱搞现在变成什么 你的定调是朱立伦 当然是这个 百分之百是朱立伦 朱立伦是罪魁祸首 所以现在郭台铭第一件事 我讲找人来专访 对不对 第二件事 切断跟党中央所联系 切断 对 我不会再接了啦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开始放话 还原讯息啊 就是还原 刚我讲那一大段 现在新闻都有播嘛 对不对 讲说什么什么 你糊弄我啊 说地方是牛鬼神 新闻都有写嘛 我不讲郭台铭讲什么 对或错 也有可能冤枉党中央 但我讲一件事 当郭台铭开始对外放话 放那些党中央不对的话 代表他什么 他跟党中央翻脸吧 所以说现在 我坦白讲 不太耍了